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今天的小丹帕TV 我是小丹,他們專家 11月要選美國總統啦 現在真的是拿來趁選舉熱的好時機啊 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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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好,再見 不知道大家看兩個阿伯或是要賣來嗎 會不會覺得很好笑咧 今天這一集呢,就是要來看一下 我收到一個讓人有一點興奮的東西 是什麼呢? 美國總統的選票 大家好 今天就是要來帶大家開箱 美國選票長什麼樣子 以及選票有什麼冷門的小知識呢 首先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美國的選舉登記制度 例如像在台灣好了 誰誰誰戶籍住在哪邊 那這個人選舉到的時候 政府就會自動寄選舉通知出去那個人家裡 但是在美國是採取你要先主動登記 你想要去投票 他才會理你 在很多場合你都可以去登記你想要成為選舉人 美國的選舉一直可以選擇不在場投票 如果你在選舉當天沒有辦法親自去投票的話 你可以在事先寫封信給他們 告訴他你不能當場去投票的理由 記得要平白就可以了 他們就會事先把選票來寄來給你 你可以在家裡圈選完你的選票之後 再把選票寄回去給他們 這個人本來就是很懶得跑一趟 所以我一直都是採取不在場投票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一兩個月前 他們主動的寄信給每一個登記過的選舉人 他主動給了你一個表格 把你的基本資料填一填 地址填一填 然後簽名 然後搭配回用信封 寄回去就好了 好啦 那首先要寄回不在場投票的申請書之後呢 過了幾個禮拜 今天就說到這個啦 這個是我的選票 他超大一份的 而且我開得很醜 我們就來看看選票長什麼樣子吧 因為美國的選票長得有一點複雜 所以基本上 每一個州的選務處都有很貼心的網站服務 你就可以先在網路上 瀏覽你的選票的範本 所以像我今天這樣子隨便公開選票 應該是OK的 美國人這點真是又方便又隨便 那我們現在就來公開 美國總統的選票長什麼樣子啦 這一張就是正式的選票 有沒有 它非常大張 而且它還有兩面 要投票的東西真的很多啦 那麼這個編號應該是我這個選區的編號 那這邊有人用人工手寫了一串數字 嗯 嚴格來說齁 反正它都寄給我了 理論上它都知道我會投誰了啦 這已經不是不記名投票了 那我們就先來看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欄位吧 有沒有出現了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括號寫什麼 You may vote for one 那麼廢話 所以美國的選票是一個答案卡的概念 你要拿黑色的原子筆 然後把圈圈通通都塗黑 用2B鉛筆喔 真的要看到選票之後才發現 原來還有另外三組人馬也出來參選耶 救命上面的欄位真的太多了 2020年11月3號的這一次總統大選 到底要選哪些東西咧 我現在的位置是美國美東的北卡羅來納州 我們這個選區 第一個要選的就是總統、副總統嘛 美國的參議員跟眾議員 北卡的州長、副州長 哇 真的咕嚕寡聞耶 州長跟副州長是分開來選的喔 檢查總長、審計長、州的農業部長 州的保險部長、勞工部長 州務卿、州的教育總長、財政部長 然後最高法院的法官1號、法官2號 其他的法官總共有好多個 哎呀好累啊 你們是誰啊 在這一張選票上面 總共有83個人名 35個黑圈圈要圖 跟台灣不一樣的是 美國的選票是沒有照片的 人民真的太多了 那麼到時候呢 我們把這個選票給圈圈圈圈完了之後呢 把這個選票放到回郵信封裡面 當你要投票的時候 是要自己付郵票的 在信封上面你要簽名 然後還有很好笑的是 你的目擊者也要簽名 這不就很公開嗎 哈哈 這樣對嗎 那投票的隱私在哪裡 把信封貼起來之後呢 可以在11月3號的下午5點之前 把信封丟到你的所在區域的投票箱裡面 或者是你明天就可以貼郵票把它寄回去 然後在這邊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小知識 美國人也跟台灣不一樣 他們的候選人是沒有抽籤選號碼的 他們就只有名字這樣列在這邊 那所以大家就會有問題啦 這個名字的順序是怎麼決定的咧 基本上有研究指出 如果順序在第一位的時候 多少在選舉上面會有一點點 占便宜的機率 所以選票上人民的順序是怎麼決定咧 每個州的規定都不太一樣 不外乎就是 照姓氏的字母順序來排 或者是 現任的排在第一個 剩下的人都要字母順序排 又或者是 他會按照上一次選舉 每一個政黨的得票比例 要來排今年的選舉的 每一個候選人的順序 所以這次每一個州都不一樣 每一個州都有自己的方法 但是呢 如果是總統候選人 一定是照姓氏的順序來排 但是呢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納悶啊 為什麼Donald J. Trump 會排在 Joe Biden的前面呢 我本來以為是因為 就是他把現任的總統排在前面 嘿 但後來認真查了之後才發現 北卡有自己的條制度 呵呵 在北卡羅來納呢 選舉人的順序 也是照姓氏的字母順序來排 但是 在每一次的選舉 會隨機選出第一個字母是什麼 這個字母是怎麼選出來的咧 他們都說是隨機選的啦 但事實上怎麼樣 我們也不知道啦 那麼這一次的選舉 他們選出來的第一個字母是 喔 所以在北卡的選票上面 所有選舉候選人的順序 都是按照姓氏 然後它的順序是從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V C V E F G H I J K L N 所以今年的選舉順序是這樣 所以剛剛好就給Trump 占到便宜了 因為他是T嘛 呵呵呵 好啦 那就是今天的美國總統選票開箱給大家看啦 應該不會給我幾乎天手麻煩吧 應該 希望也可以多多介紹這種有趣的小文化給大家認識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留言告訴我喔 然後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看更多的專家的話 也可以加IG喔 好那謝謝您收看今天的小談怕TV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